柳俊烈在新剧第八个秀宣传活动中 回应了他与韩索熙的恋情 按照他的说法是 关于我私生活的争议 当时与我本人意识无关 网上传来了很多文章 比起一件件事的去回答 反而不如沉默 去承担因此产生的批判会更合适 当他说这些话的时候 身边的朴姐俊和李烈英的表情管理 就非常的耐人寻味了 是憋不住的那种 至于第八个秀 属于奈飞慢改剧 类似游鱼游戏的危险游戏节目 此时说这番话 有点小应景 他和韩索熙在三月三十日分手 在公众面前曝光不足两周 网友对此评价也比较有趣 有人骂他是没担当的怂难 第一次见把没担当说的这么清新脱俗 哑巴也开始会说话了 也有人评价 真会装 还看到了他的鼻屎 确实 注意看照片 网友没说错 网友